你知道吗,菲律宾2019年的福布斯富豪班当中有7位是华人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其中几位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红狐狸频道,我是芷萱Chloe 哈喽大家好,我是Chris 有华人的地方都会处处有商机 因为华人本来就是一个天生的商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菲律宾华裔富豪的一些创业故事 首先就给大家介绍第一位叫吴亦辉 他是整个菲律宾第三富有的人 他在2019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中就排名343位 财富总值51亿美元 他也是亚洲著名的家族企业 这一具顶峰控股公司的创始人 吴亦辉他无论是在菲律宾或者是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当中 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有一个称号是叫做菲律宾的李嘉诚 这样他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吗? 不是,他本身呢是在中国的福建厦门出生的 但是呢他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跟着他的父母移民到菲律宾 吴亦辉的父亲在他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导致家到中落生活变得艰苦起来 为了要帮助母亲抚养五个弟妹 15岁的他依然就踏上了脚踏车 穿梭在城里四处卖肥皂、针线等杂货 而且每天都起早谈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他自己有做生意的天赋 20世纪60年代初 吴亦辉成立了自己的第一家食品公司 他凭借着精准的产品定位 令旗下的Blend 45咖啡获得了大卖 不久之后他甚至成立了以他大女儿名字命名的 环球罗宾纳公司 继续扩大他的食品产业 那经过了40多年的努力之后 他整个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庞大的王国 甚至他旗下的这个JG的顶峰控股公司 已经是渗透各行各业 而且他各行各业的旗下的子公司 都是涵盖了几乎整个东南亚多个国家 那他还有活着吗?因为他好像很老了 很遗憾他在2019年的11月9日 就在菲律宾与世长辞了 享年93岁 接下来第二位要跟大家介绍的人物呢 叫做陈永哉 他是整个东南亚的烟草大王 甚至也是菲律宾整个商界的传奇人物 他的祖籍是来自哪里? 他的祖籍同样是来自福建 但是是晋江青阳 而且他是11岁的时候才跟着他的家人来到了菲律宾 后来以办公读的方式完成了他的大学课程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 陈永哉首先创办了一家玉米淀粉小加工厂 但是由于竞争过于激烈 这个小加工厂只存活不到半年就宣布破产了 但其实在更早期 陈永哉仅仅只是烟草厂房里的一个普通工人 不过他在31岁那年 富传烟厂基于竞争太过激烈 让大多数的烟厂都濒临倒闭 可是在大部分的烟草工厂都在濒临倒闭的时候 他就决定要生产中党烟 那是因为他觉得当时候大部分的这些烟厂 不是高党烟就是低党烟 高党烟自然他就是高消费群 可是消费群就会比较少一点 可是低党烟呢他的品质真的是太恶劣了 他只能迎合一些贪小便宜的人 所以最后他决定要去生产中党烟来符合大众化的消费 就这样通过他不懈的努力 再加上生产的质量超过了其他的厂家 富川烟厂的产品销量很快就超过了其他的厂家 并且迅速的打开了市场 也迅速的占据了菲律宾的烟草业成为领先地位 其实会不会很多华人移民也去菲律宾过后就会被同化了 嗯也许会有 但是呢他本身不会 因为他对于中华文化呢还是很情有独钟的 陈勇在曾经就对媒体说过 中华文化是孕育了5000多年的文明结晶 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珍贵的财产 源自中国却也属于全世界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陈觉中这一个人 他可是整个餐饮界的传奇人物 我知道是不是叫Joliby 对那陈觉中呢他本身父亲是出生在福建的 可是后来呢他的父亲就来到了菲律宾的一个南部的小镇 开了一间餐馆并且呢是卖简单的中国菜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 陈觉中也在大学毕业之后 就和兄弟们连锁创业开启了 宁吉林店 并且在之后拥有了六家连锁店叫Joliby 那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呢 他是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当时候陈觉中他就买了很多的书 就为了要研究一些大牌 比如IBM 可口可乐 到底他们的营销方式是什么样的 在找到了这些美国老品牌的共同支出之后 就决定要一样画葫芦 陈觉中就曾经回忆到说 当时候的他们完全都不懂得要如何去做事情 所以唯有看看这些老品牌到底是怎么投资的 他们也跟着投资就对了 你知道吗在当时候的菲律宾 如果有一个本土的餐饮品牌 能够上电视打广告的话 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而他的Joliby就做到了 一瞬间突然整个菲律宾的人都知道Joliby这个品牌 在1993年 Joliby在菲律宾的股票上市之后 陈觉中就开始以充沛的影弹大师并购 并且陆续买下了很多当地的连锁品牌 成为了无可撼动的菲律宾餐营业霸主 到了今天Joliby不只在菲律宾 甚至在整个海外市场 都已经有超过1000家的门店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郑氏兄弟姐妹 不过呢我们不是说他们 我们说的是他的父亲郑少坚 郑少坚他是不是也是福建人 对他在1933年出生于福建省的永安 而且呢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很展现出一个非常卓越的商业才能 年纪轻轻哦他就已经是担任他的家族企业的面粉厂厂长 而且这个厂交到他手中之后 生意是蒸蒸热上 在上世纪的60年代 菲律宾的经济蓬勃发展 政府放宽了入口以及外汇的款式 信贷以及金融市场非常的活跃 郑少坚在父亲的支持下 也在1962年成立了首都银行 后来郑少坚回忆时说到 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 在任何一个国家 申请银行业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为当时候的菲律宾还有规定 中国人是不能在那里办银行的 因此首都银行在最初成立的时候 他也只是银行的董事会秘书 因为他不是菲律宾人 所以不能当董事 但是即使被压迫 郑少坚他都认为说 他不能以自己的利益做一个出发点 他一定要为银行好 因为他认为说只有银行办好了 他自己才能成功 所以他就带着他这一股信念 进入了银行业 后来也发挥了他卓越的商业才能 郑少坚带领银行走上了 势如破竹的成长道路 并且还打破了华人银行 一般只能够经营商业银行的传统 相继成立了投资银行 财务银行 证券公司 信用卡公司 汇兑公司 保险公司 以及租赁公司 等金融类的公司 并且将银行在菲律宾的股票市场 公开上市 让整个集团的发展 成为了一个大型的银行金融集团 并且让企业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金融产品 到了今天 他的首度银行 不只是在菲律宾拥有800多家的分行 即使在全世界他都拥有分支行 或者是附属的机构 就比如 美国、英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新加坡 以及中国 其资本总额、存款总额 以及贷款总额等重要的指标 均连续多年 在菲律宾的同行业中保持了第一 并且成为了菲律宾国内最大的银行集团 说到这里一定要给大家科普的一件事情 就是首度银行是第一家菲律宾银行 进入中国大陆开设分行的银行 但是不要看他做的这么大 其实刚开始成立这家首度银行的时候 它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小的 当时候 首度银行的注册资本只有200万美元 而且一成立之后 就要与很多家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历史的银行机构竞争 它却能在短时间内 迅速成为了菲律宾银行业的龙头 并且一直占据龙头的地位不被动摇 其实这与郑绍坚与众不同的发展思路 以及大胆突破的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后人给郑绍坚的评价就是认为 他是一个非常意志坚定的人 而且呢 郑绍坚也说过 人最重要的一生 就是要不断的挑战自己 还有战胜自己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菲律宾富豪呢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华人 他叫做吴崇满 整个菲律宾没有人不知道他 吴崇满在1952年诞生于福建泉州 10岁的时候 吴崇满就随着他的母亲 由近江故乡前往香港 一直到16岁才搬到马尼拉的中国城居住 在上学的时候呢 吴崇满他也是一边做兼职一边读书的 所以那时候呢 他不只是卖过万表还做过家教 甚至呢 也在一家中资企业当过助理 直到他毕业那一天呢 他所有的大学费用都是靠他自己赚回来的 在哈年大学的时候 他几乎每一天都要步行6000米往返的路程去上课 而且呢在当时候 他每一天吃的午餐都只是最容易保的香蕉而已 直到他毕业之后呢 他的父亲就希望他可以到家里附近的一个银行上班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人都会觉得 在办公室里面上班就是有空调吹又舒服 可是吴崇满他想做的是杂货店 那时候吴崇满经常和他的母亲说 一旦攒够了钱他就一定要做杂货买卖 来改变他家庭的经济状态 于是吴崇满最先开始做的生意 就是白蓝第九生意 经过了数年的刻骨耐劳 兢兢业业的经营 吴崇满在27岁的时候 竟然已经获得了100万笔缩的收益 在他获得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之后呢 就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后来就成就了今天菲律宾最出名的一个集团 叫做安德集团 这家企业也是今时今日在菲律宾拥有超过1000亿笔缩的庞大商业帝国 安德集团如今设计的行业 也包括了餐饮酒博彩以及房地产业等等 而吴崇满的安德集团 如今旗下的员工已经达到了4.5万人 并且充实多元化的经营运作 做个总结吧 其实华人在菲律宾的地位呢还是很重要的 你看单单只是他前十的富豪榜 就已经有7个是华人了 而且呢不只是在政经文教这些方面 几乎在所有的领域 华人在菲律宾呢都是有很重要的蜘蛛性的角色 好吧今天关于菲律宾富豪的影片呢 就暂时到这里结束啦 其实呢我们在搜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呢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题材可以和大家聊的 比如华人在菲律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他们的身份 尴不尴尬等等这些议题 希望有机会呢可以跟大家继续讨论更多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我身旁的这位朋友到底是谁 他就是我的好闺蜜Chris 那接下来呢他也会加入我们红狐狸频道啦 也会有更多新的单元出现 我们会专注做一些关于两性话题 和一些社会实验等等的题材 希望大家有意见的话呢也可以在底下留下你的留言 和我们一起讨论 也提醒我们一些关于更多菲律宾富豪 我们没有补充到的一些重要的要素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觉得自己做的不错 请你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还有不要忘记按订阅按钮 以及小铃铛哦 这里到我们有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得到自己的消息 如果你有喜欢Instagram 也可以搜寻Clikator 来follow我 还有我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